近日,有一位被注为湖南省作家协会成员的公众人物,在网上发文评价肖战和杨子主演的余生,评价的内容充满着恶意,值得一提的是,这位作家协会成员直言余生演员表演浮夸,另外这部作品已经严重过时,此一时比一时,作家协会成员表示,余生扑得可以,剧情老套,演员表演浮夸,是多年轻人的, 前的作品,压到现在才播,带有过时的味道,正所谓此一时比一时,就算是流量明星,也要具备真正的实力,让观众着迷,沉浸剧情,这一番话,个人觉得有两层意思,第一层意思是说,余生这部作品过时严重,看起来没有追剧的必要,第二层意思是说,余生演员表现不好,作为流量明星,然而并不具备和影响力相匹配的实力,很客观来说,余生这部作品,确实好长时间, 有些地方难免会过时,这一点很多媒体都谈过了,但是从演员表现来看,肖战和杨子毋庸置疑,都是实力派演员,什么叫没有真正的实力,是因为塑造的经典角色,不够经典吗? 从更多观众的评价来看,大家并不觉得演员表演浮夸,反而觉得,两位演员搭档出来的效果非常好,是一部非常温馨的好作品,平淡但并不平庸,温馨但并不油腻,实际上这就是生活,可能并没有轰轰烈烈,就是细水长流的过程, 我们支持肖战和杨子主演的余生,也会继续期待接下来的剧情 我们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